我们主要是讲到这个饭店管理的这个范例 那一样就是打开来之后 理论上我们上个礼拜主要完成的几个栏位 第一个就是这个booking booking这个栏位 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bill list bill list里面的话其实是把这些资料 它本来是contorship向右向下 把delete掉 本来像这样子 如果说假设你前面这个地方没有做对的话 那后面应该就全部错 所以我同学只要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不对 那你后面这个查询的就会失败 所以这个是一个联动关系 那现在的话呢很多那个资料 其实大部分像饭店管理 或者各行业的管理 资料都会放在所谓的资料库里面 那那个资料库的话 这个其实有个特性 就是说它一定会有一个所谓的ID 这个ID的话就是一个怎么讲 唯一的编号 这个编号的话呢 具备有一个特性 就是说一定不会跟别的资料重复的 就像说你们的学号 绝对不可能会跟任何其他人重复的 那如果不会跟别人重复的话 将来再查资料的话 也只会查到你的资料 绝对不会查到第二个资料 那你想说老师那干嘛要学号 查姓名不就好了 那你会想说姓名有没有可能跟别人一样 也有可能啊 因为同名同姓的人很多嘛 所以呢 为什么学校会特别再给你一个学号 主要原因是因为 这个学号呢是独一无二的 那就像你身份证字号也是一样 身份证字号绝对也不会跟别人一样 那另外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这个资料如果放在资料库里面 这个ID的话另外一个特性 第一个特性是绝对不会跟别人重复 那第二个特性的话就是说 这个ID这个编号呢 它具备有一些 可以让你其实辨识一些资料 就是说里面的一些其他栏位资料的特性 比如说你可以从它的这个ID编号里面 可以大概知道说 它是哪个饭店 因为它有缩写嘛 然后它哪一天check in 哪一天住的 然后它住几天 这个人的那个什么呢 名字叫什么 其实这个编号里面具备就有四个相关的特性 当然至于这个ID应该怎么去产生 其实这个规则我想自己可以再去定义啦 如果说你要管理资料的话 当然第一个你要有概念 你要产生一个ID 这个ID的话能够具备有哪些特性的资料 将来你要再找资料就方便了 有的时候甚至根本不需要 特别去看后面资料 你大概从编号就可以看出 这个这笔资料大概的一个内容了 比如说像你们学号也是这样 你们学号应该有什么 入学哪一年嘛 然后你是座号几号 它有相关的讯息在里面 然后当然这个编号也不能太长 太长的话其实将来 你在输入的时候也不方便 那将来就可以透过什么 透过这个ID去查到你的全部资料 所以将来如果有一个booking 比如说这个ID都有了 然后这个资料都有了 那我就可以透过这个 这个有点像是 他的一个线索 透过这个线索 我就可以查到他其他 比如说我将来 我有一个要查的资料 像上个礼拜的这个资料 那我就可以透过这个ID 比如说我想知道这个ID 到底那个人的全名 这个name的话只是全名 他住几号房 然后住几晚 不是几天 几晚 然后呢他的价格多少 总价多少 那我们就利用什么 利用很重要的一个函数 叫做Vlookup函数 就可以把所有的资料 分别查出来 那因为呢这个编号 我们就去前面查 查到之后的话呢 他的name 刚好就是他的firstname 加stername 就是把这两个串在一起 中间加空白 那就可以 那我只要知道说 他是在第几栏 他在第六 第七 第八 第九 所以呢我这边查的时候 就是把第八栏 end一个空白 然后再加上一个第九栏 就可以把资料给掉出来了 另外 rune number的话呢 这个rune number 是在第六栏 所以公司都一样 所以我们前面好像是把公司 复制贴过来 改成六就好了 那几晚的话呢 就是把check in日期 check out日期 再减掉check in日期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得到什么 得到他住几晚 那住几晚呢 一晚多少 其实台湾 不管台湾 饭店的计算呢 就是你一个晚上多少钱 然后你住几晚 就是你所有的总金额 所以amount的就是总金额 所以最后这amount的话 就是把第二乘上一二 就得到最后的结果了 OK 所以其实啊 利用这样的方式 将来我们要做一些 这个饭店的管理 比如说我今天想要知道说 到底今天呢 有多少人入住 然后总金额 业绩多少 好不好等等的 其实就可以马上算出来了 不然的话 如果你要计算这些东西 假如说没有一个很好的 管理的机制的话 那真的是很麻烦 你也不知道说到底 这个这个营业额等等的 那因为现在疫情刚 渐渐解封了 你会发现现在那个 那个旅行业 这个饭店业越来越 越好像又慢慢又恢复原来的价钱 不是 现在价钱整个翻好几倍 我发现那个假日 因为我还蛮常 在那个Agoda上面去 去去去去去去订房的 那我发现这个 最近台湾的那个 饭店价格真的是水涨船高 而且涨得还蛮夸张的 这个跟疫情前真的是差距太多 疫情前整个就便宜到不行 好像几乎 价格再低也没人住的感觉 那现在刚好颠倒 再贵好像也都会有人去住 那还有像国外旅行也是一样 那当然未来 疫情解封之后 其实那个旅行业啦 饭店业 其实也慢慢应该会越来越 景气越好 所以未来如果你们 进入到职场的话 希望蛮多你们学长姐 也会进入到那个像旅游业 这个蛮多的 所以如果你将来 遇到这些相关的这个什么呢 饭店管理的话 就可以利用这类似的观念 做一些资料的整理 那就可以很快可以算出这个结果来 那最后的话 如果说今天希望把这个动作 通通都变成VBA的话 那应该怎么做 当然我们的需求是这样 我希望 当然这边因为有两个工作表 那主要我们应该 假设就是以这个当成主要工作表 这个哦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可以在这个地方 加一样两个按钮 一个按钮按下它之后的话 它可以帮我把 这个总共有B到F 应该总共五个栏位 的资料呢 通通都把它输出 然后另外一个按钮的话 就清除 清除的话呢 就是按下它 这个资料就把它清空 这两个需求 一个是按下它 自动把这些栏位的公式 都把它输出 那一个是清除 这个应该还记得吧 那两个按钮的话呢 当然清除比较简单 所以以前我们的写法就是说 如果我要写这两个按钮的话 那第一步一定要先把开发人员先打开 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写第一个SARP叫清除好了 那再把清除 复制之后呢 产生另外一个按钮 这个另外按钮 这个另外按钮也叫BIOLIST 也可以啦 反正就是这个名称的话 就是 有两个按钮我需求 然后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清除 清除应该比较简单的 前面写过蛮多的 有点固定 原理原则 一开发人员打开 visual basic 就把它点下去了 好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就是 把那个程式给写 写程式的话呢 理论上 会建议 就是把这个visual basic 稍微缩小一下 然后移到大概 右下角的位置 我习惯上 那这个 这边的话 理论上应该是没有模组了 上个星期好像 像我是从那个什么 那个chartgpt里面 就是 请那个chartgpt帮我写一个 饭店管理的程式 那他就写出来了 这个是上个礼拜的程式 那各位可以看到了 其实 以后 只要你写程式的话 写VPA程式 他有个固定的结构 一定是放模组 一定是一个sub开头 然后这个是他的什么呢 他的sub 就是那个指程式的名称 然后程式码在这边 那sub就结束 所以啦 我们如果要写 我把它重 如果假设你们那边的环境 我先把这个移除掉 理论上应该你们会是长这样 就是完全没有可以写程式的地方 所以第一步 一样记得按右键 先插入一个什么模组 然后呢 我们先写第一个按钮 就是清除好了 我要把这资料清掉 那 所以我的写法这样 先打一个sub sub 这跟前面一样 sub共一格 然后打个清除 enter一下 好 那姿态小 你可以工具选项 这个前面都讲过 钻写风格里面把它改成14号字好了 然后呢 要把这个B到F栏清掉的话 你按一个TAB键 然后跟他讲说 4回圈 4i等于哪一列呢 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那最下面一列 当然我们前面的写法 就是追踪的比较OK 如果不追踪的话 你可以自己看 225啦 不过225 应该理论上 资料不会增加 好了 我们先用225好了 225 enter两下 打个next 这个是决定这个范围 那我要清除的话 是清B到F 所以我就打一个 哪一个储存格 sales 就是哪一个储存格 raw的话 是列 第几列呢 第i列 因为这个列会变动 哪一栏呢 B栏 里面的资料 帮我清空 清空的话就等于空 这个叫空字串 然后呢 转共有到F栏 所以你就分别把这个B C D E F OK 然后分别贴上之后改一下 这个其实就是复制贴上 然后改一个栏 那这样执行的话 他就全部都 帮你把那个 里面的公式清空 不过我跟各位讲 先不要执行 因为你执行 这个里面的公式就不见了 那底下我们会需要 用到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 所以先不要执行 那我们再把清除复制一下 然后贴到下面 然后名称的话 改成叫什么 这个名称好了 叫这个Bill List 然后我拿这个来复制好了 然后把这个名称改成Bill 那这边的话不能有空白 所以我们干脆加个底线好了 叫Bill底线List 那我们就是分别再把公式贴到这个后面来 还记得吧 这个先这样子把它 Ctrl C 取消一下 然后呢 切到这个B缆的双引号里面 意思是把公式贴过来 但是可能要有几个地方要注意 你贴过来的公式 会有几个原理原则 第一个原理原则 就是说 如果里面有双引号 假设这个公式里面 贴过来的公式里面有双引号的话 那请记得有一个原则 就是 请你要把双引号 有没有 这有两个双引号 记得一个变两个 那为什么一个变两个 因为你会发现VBA本身 已经把双引号拿来用了 那你公式里面又多了双引号 那变成他无法辨识 到底是里面的双引号 还是外面的双引号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贴上之后 第一个原则 请你把里面的双引号改成两个 一个变两个 反正在后面补一个就对了 好 这个第一个 不然如果你没补的话 你会发现什么状况 他会出现错误 因为他以为 这个跟这个是一对的 这个跟这个是一对的 不对啊 他看不懂 所以记得 在公式里面 如果有双引号 请你多补一个吧 OK 那第二个的话 如果后面有列号 就是说A2 这边有A2 请你把它改成I 那改I的方式的话 那你可以看一下 这公式应该是 这个是A2 下一个应该就是A3 有没有 A2变A3 那所以呢 我需要把这个2 改的方法跟前面一样 双引号两个 移到中间 M的两个 移到中间 加一个I 这个好像我们前面 有特别讲过 然后把M的前后 加空白 好 那你做好一个之后 这边就是 等于是把I这个变数 串在这个位置 然后 当然后面这个2 做法一样 你也可以再做一遍 双引号两个 移到中间 M的两个 移到中间 再一个I 然后把M的前后 加空白 好 那这样就完成了 所以 两个原则 如果有双引号 补一个 如果有列号 变动的话 那你就把它改成I 那原理原则 OK之后的话 那就分别把B 然后这个C C一样 所以把它Ctrl 这里面没有双引号 所以其实直接贴就好了 贴过来 那把这个2 比较快的方法 干脆你 把双引号 到双引号 刚刚做的这一串 复制 然后贴到这个2 贴上就OK了 然后 第二 然后 这个OK了 那这个呢也是一样 所以其实 很多地方都雷同 只是说 要把这个A2的2 要改成这个I Ctrl C 然后把它贴上 贴上比较快 再改一下 那后面不用动 那这个OK了 B C D D的话呢 这边也是一样 然后复制它 取消 切到这边来 然后把它贴上 那这边的A2 一样改成I 那比较快的做法 是把这个拿来复制 贴过来 这样就OK了 那B C D 最后还有F 我看一下F F也是这样OK 然后这边取消 把它贴过来 然后只要看到2 就把它改成I 那所以这边复制 然后把2贴上 把这个2贴上 好 大功告成了 完成了 OK 那最后的话 我们来乱乱看 如果你确定没问题了 然后也都完成这个动作 那这样你可以清除它了 OK 清掉了 然后再来把它输出 看一下 输出结果看 OK 如果OK的话 那表示应该没问题 可是你会发现 这边好像多了一个问题 这好像出现错误 警NAS找不到资料 为什么找不到资料 应该是这个地方 我看一下 这边 这边有哪边 有哪边有错误 看得出来吗 有没有 其实应该是这样 C2 要变成C3 可是我换到下面之后 看一下有没有变 没变 所以应该知道错在哪里吧 C2 2要把它改成I就可以了 所以 刚刚这个 刚漏掉了 漏哪一个 漏 这个C2的2 一样要改成I 那I就是这个双银号到双银号 复制一下 然后把它贴到2的位置 把它盖过去就可以了 这样程式就解决了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如果这样做完之后 来Run一下 OK 那如果Run出来 OK的话 那恭喜你 在后面就正确了 那未来当然呢 如果你这个程式写完了 有清除 有Build List 那最后呢 你再加两个按钮 那这件事情 就完成了 OK 所以按钮也蛮简单的 按钮最后就是 插入按钮 然后这边加一下 这个的话叫Build List 把名称复制一下 然后贴到这边来 上 一个 然后 第二个按钮 我习惯从这边复制 这边按右键复制 然后把它点下面这个储存格贴上 然后再把这个改 按右键重新指定 指定它是清除 然后把它复制一下名称 然后把上面的这个名称 变更一下 好了 那这样的话 以后你的工作就轻松了 以后呢 你就不需要 每次都还要重新 再去输入这么多公式 你就直接按个清楚 有没有 它就清掉了 然后再按一下这个什么了 Build List 就OK了 所以其实还蛮方便的 按一下 自动就可以完成这件事情 OK 那只是说 但还有一些地方 程式是可以再 再让它变得更好的 只是说 这个我们后面再来看 好了 那所以 请各位试试看 刚刚主要重点 就是 增加这两个按钮 那这两个按钮的话 基本上就是两个SUB 所以我们刚刚 1 开发人员 2 Visual Basic 然后按滑鼠右键插入一个模组 那模组1 就是在 这个里面呢 先新增一个SUB 叫清除 那分别就是把B到F 都丢空置串 就清除 那再分别把公式贴过来 两个原则 如果有双引号 记得补一个 就是补在后面 那如果有 列号是2的话 把它改成I 那其他雷同 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 那